朋友们大家好,看到没有,我们今天又要加工300斤大田螺出来这个螺路,全部是鸡蛋大的田螺,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,墨材,火坯,纯属工挑路,目前的话,整个行业的话,只有我们这边用纯属工挑路,为啥?纯属工挑路,它有路子,它里面没有一定的杂质。 大家也看一下,我们300斤这个大田螺,最后能挑出多少斤肉啊?不瞒大家说,光这个螺路,我们是卖几十块钱一斤哦。 你们看看,这个螺路怎么样?品质棒不棒?白不白?白白嫩嫩的。 看看,这个螺大不大?都是鸡蛋大的,而且都是山群水。不光是山群水,还是高山山群水。高山山群水,我们这边还是雪峰山脉。雪峰山脉出的水是全国都有名的雪峰冰群。大家去查一下,都可查得到。 跟大家说一下,为什么我们这边要采用纯能工去挑路啊。如果你是因为机器压的话,它的壳压得碎碎,然后再把这个路塞出来。你想呀,压得碎,有些那个碎渣的那个螺壳,都压到这个螺路里面去了。那样的话,吃起来,那种感觉,你们懂得啊。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,我们这个田螺是怎么加工的吧。 首先,这个田螺从池上摸出来之后,我们要用个清洗,清洗一次。清洗一次,然后用框子装起来,过量水分,然后再放入大锅中煮起来。 这就是我们煮田螺的大哥。煮田螺,我们是采用着全生态的末材,烧着这个火,让它煮熟。 因为用末材煮出来的东西,它有别样的一个风味啊,一个味道。 然后就像你们看到的,用桶给它挖出来,然后再放入筐中,加入冷水,让它适当的冷却,让它保持绿子的一个新美度。 然后再看这一步,直接挑出来。这个螺壳我们也可以卖钱啊。 千万不要乱丢大家知道吧,螺壳也是十多块钱一斤,螺路是卖50,算起来就是一起是65块钱一斤。 很多人说,为什么我们卖田螺15跟卖螺路50,到底哪个划算你们自己算一下。 我也要开始努力挑这个螺路了,要不然今天一天都还挑不完了。 最后也给大家看看我们这300多斤能挑出多少的这个螺路啊。 朋友们,经过一家人的不懈的努力啊,整整两个小时啊,我们这个300斤田螺都加工完了。 这个路你看,满满的大瓶,目前还有一小部分没挑完呢。 为什么卖的这么贵,小浪还这么好? 不给你们知道一下,你们就不知道。 这是我们的湘西山菌水田螺啊,雪峰山冰水的田螺。 你看,壳黑色的。 看到没有? 这是我们的螺路,白不白? 越白越嫩的品质越好,你们看到没有? 哎,好,先给你们看一下,繁殖好不好啊。 那个繁殖快不快? 不要说啊,正才实学给你们看一下啊。 你们看看,这是什么?啊,你们看看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田螺卖的这么贵,销量还这么好的鱼。 这个挑剩下的田螺壳我们也不能浪费啊,给它洗干净,晒干,就可以卖到十多块钱。